兄弟们今天这期差一把杜姐战神的素材绝对是我打单牌以来最刺激的一把 这单是王牌两星开始打的 我这上分效率还不错吧 唯独只有一把没有进钱时 当时是因为遇到了非法组队 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去看一下前两期的视频 在我打了几把之后 现在分数来到了4738分 上榜数据是4714分 我们目前超榜20分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9分 还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担心分数不够 再来最后一把稳一下分 这把跳点空空面面乌乌 可以听到对面月亮防疫有人落了 一波提前枪压制磨到一丝血量 有了血量优势我们直接上 这人现在不露脚步了 不会是在掐雷吧 我去吓我一跳 这人也对自己太狠了吧 宁愿自雷也不给我人头 听到外围有个脚步 好像是个人机 我们追出去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期视频和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没错 我背着你们偷偷改了个广角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改了广角以后 这人的移速都给自己坏了一点 落地拿下三个阿昆之后 近年也没人了 一路推到火影城 就听到面前的那种响起了枪声 看这种能穿搭和小呆呆一样 打了一枫子打中的枪头 把他们放过伞 正准备上手 突然听到背后来伸脚步 正堂来说 刚才被我打残这人应该在打大包 谁能想到这人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我这过去直接就被一颗雷带走了 哎果然打单牌不能小瞧任何一个人 奥昧复活之后本想着去车库 但是距离有点远 怕再飘的话容易被人打鸟 转头想去科学馆双房 但是看情况那边好像已经有人了 没办法 只能原地降落了 像遇到这种情况 我都是直奔神秘打野点 但是这把好像被刻意针对了一样 来到这熟悉的点位 发现这里的灯已经被人给点了 但是载具还在 像这种情况 我感觉大概率是有个老六在那里 没办法 再折腾的话 我怕一会被人给扫了 只能先来这小野区搜一下 我这刚返进房区摸了把枪 我就感觉情况一点不对劲 这枪怎么没有被弹啊 我相信经常打单牌的兄弟们 被溜多了 你们身上肯定也有和我一样的蜘蛛感应 不是和你们开玩笑 你看我这刚上车 这人的枪把单牌再准一点 我这把就掉大分了 好不容易跑回新城 稍微回复了点血量 静点凭空一声惊雷 这给我吓得呀 转头就跑 当我以为这些离谱的事情 总要结束的时候 不是我这刚下车 隔壁怎么还有个人在这装人机啊 简单补充完物质之后 我的直觉告诉我 此地不宜久留 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 我总算是踩住了一个点位 我这点位刚好卡了波圈边 这把圈开始慢慢刷新了 要是切上面的话就麻烦了 左边三房和科学馆脚底这双房 百分之百是有轮的 前面经历了那么多 希望这一波刷拳运气能好一点 等这一刻实在是太久了 听声音我们背后好像来车了 两发子弹精准抱头打掉一个 现在又来了一个 不过这个很可惜有扫到他 往他位置甩一颗雷 也没有炸到他 这就有点难搞了 但凡他往我这位置甩颗雷就危险了 正当我一球莫展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的位置升起了一缕懒轻烟 原来是远处人把他给抽了 哇这人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解除了经典的危机 可以看到远点星辰位置 有人扑烟过来了 等这人跑到空旷的位置 我们再抽 给这人打掉之后 现在圈也切到房区 我们先往圈内封科烟 目前场上就算最后十个人 身上有六个淘汰 已经加分了可以放开打了 我们过去先把刚才的包给填一下 补充完物质之后 回到刚才铺的烟 就看到头顶 术后有个毛毛虫 这就是超广角的优势吗 给这人打掉之后 成功拿下本场淘汰王 现在烟马上就要散了 续一颗烟 过去把这人的包给填一下 不对背后好像来脚步了 这包暂时还舔不了 坐车上观看一下情况 看到他了 这人现在还不知道我的位置 我们做这套盲穿一波 给这人打掉之后换上他的喷子 现在场上就要最后三个人 防区这两人还在battle 看这波能不能偷个人头 现在就像最后一个人 正当我那么之最后一轮藏在何处 后来就挨了一缩子 还好我这波反应看 让他充足到血量优势 恢复完血量之后一喷带走 这把十个淘汰居然才下十五分 不过封神肯定是没问题了 也不过封神肯定是没问题了